奥特曼记的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小明 时光过得特别快啊 转眼间这个 2020 年就这样过去了 那过去的一年啊 因为这个新冠肺炎的关系啊 我们的生活受到很大的影响 不止如此 这个车坛也是发生了一些的变化 By any way 现在就让我们回顾一下过去一年里面 国内和国外所发生的这个热门新闻以及热门的话题 我们也从我们的网站呢 整理出了10个点击率最高的这个文章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一下有哪一些新闻 而里面到之后呢 有哪一个是你印象深刻的 第一个 这还是要讲这个去年话题性最高的车款啊 那就是Proton X50啦 作为这个年度热门的车款啊 这个X50啊 在去年真的是引起大家的关注 然后我们在去年6月 Before 这个车正式推出之前啊 我们就获得了一张椰照 那个时候啊 虽然说这张照片并不是很清晰 但是呢 还是成功引起了读者们的这个高度的兴趣和关注 而X50在去年正式发布以后啊 它也成功成为我国年度订单最高的一款新车 但是呢 因为Proton 在这个生产方面啊 遇上一些问题 进度有些缓慢 导致这一台车 到目前为止啊 只成功叫了大概3000多辆的这个新车给消费者 在这方面呢 我们是希望Proton 在产能上啦 能够再接再厉 赶上这个进度 以满足我国这个消费者在这方面的需求 第二则热门新闻 还是Proton 但是是这个大哥 X70 其实这个X70 在我国也是热门车款之一啦 它的一举一动真的是会引起本地消费者的这个关注 那在去年的这个11月 我们就获得了一项消息 也就是Proton 计划为这个 X70 推出升级版 虽然说这个新闻是在11月才发布啦 但是呢 因为这个 X70 的人气的关系 也让这个新闻成为了我国年度十大最热门的这个新闻之一 但是据我们所了解到啦 这个升级版的 X70 并不会那么快推出 这方面你们有兴趣的话呢 真的是要留守我们的这个网站 我们会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第一手的这个消息 第三个榜上新闻 虽然不是Proton 但是还是和它有一点关系 那就是 Link&Core 06 正式亮相 其实这个 Link&Core 06 和 X50 也是有血缘关系的 因为它采用了同一个 BMA 模组化平台 以及在动力配置上呢 也是和 X50 是相似的 但是在外形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是截然不同啦 它采用的是一个 Link&Core 自身的家族式设计风格 而在内装方面呢 也是完全不一样 尤其是在这个质感以及科技感的呈现上呢 这个 Link&Core 06 是出色了不少 就可惜这款车在我国没有收买 接下来这个专题有点特别 它是五辆超值的二手 C-Segment SUV 而且价格都在 RM8,000 以下 其实这个 SUV 在我国已经算是逐渐取代了 这个四门房车的定位啦 但是呢 主流的这个 C-Segment SUV 在我国的售价依旧是相当的 偏高啦 不便宜啦 所以呢 在今年的这个七月的时候 我就为大家整理出了五款 我们所推荐的这个二手 C-Segment SUV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一篇文章呢 成功引起 大家的注意 火热程度是相当的高哦 成为了去年 Top 10 之一 这或许也意味着其实许多人都正在考虑把自己的这个爱车换成 SUV 可是我国的这个消费者对这个 SUV 的关注是真的是挺高的哦 接下来这个新闻会成为 Top 10 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 2020 Honda City 正式在我国发布 其实这个 Honda City 啊 在我国算是 B-Segment 的 King 啦 也算是我国的这个热门车款之一 所以 上榜的话我才感到奇怪 这一次这个新一代 Honda City 啊 继续延续了之前的这个 大空间还有配备丰富的特点 而且哦 还在我国首发了这个 City RS iMMD 这个车型拥有108 PS 的最大马力 峰值扭率呢 则是高达 253 Nm 逐于挑战这个 D-Segment 的房车的 加上呢 Honda Malaysia 这一回还为这个新一代的 City 导入了 先进主动式安全系统 算是 B-Segment 的一个首肩啦 因此成功让这台车 引起更高的这个关注 而且哦 这一回它在这个售价方面也是相当的有成意 在这边我就做出这个列表给大家参考一下好了 接下来这一个热门话题呢 有点特别 它是 Toyota Camry Hybrid 车主分享 在去年我们就开始了这个车主访谈系列的影片 我们同时也很幸运的找到了这一位 Camry Hybrid 的车主 和我们分享他的这个新路旅程 由于这一个车主对他的车子相当的熟悉 加上他所分享的这个资料相当的实用啦 而且老实说 Camry Hybrid 这一台车其实是蛮多人有兴趣的 也因为这样这一个车主分享的影片 还有他的这个文章呢 也成功引起了热烈的这个反应 我自己都感到蛮surprise的 因此它就成为了去年的 Top 10 之一 No.7 是这个 Produa D50L 的 SUV 那这个文章当时我们是分享我们所知道 这一款全新的 SUV 的所有细节 作为一台国产车其实这个 D50L 也是一款 话题性十足的新车 根据消息呢 其实这款车是会在这个去年发布的啦 但是相信是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呢 目前最新的消息是讲啦 这一台车将会在今年的第一季正式发表 Anyway 好的东西是值得等待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这一台车将会是 Produa 首款 基于这个 DNGA 模组化平台打造而成的新车 而且它还会采用这个 1.0 的三缸涡轮增压引擎 并搭配 Direct Shift CVT 无段数变速箱 所以在这方面它算是有很多这个第一啦 在这方面可以用这个全方面的升级来形容它啦 相信这也是不少消费者骑在这辆车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是一辆 SUV 咯 第八位 怎么能少了它呢 那就是 2020 Produa 卖币正式公布预定 虽然说在去年我们并没有等到这个传说中的 小改款卖币 但是这个改进版其实也是相当的不错啦 它在外形上其实几乎是没有改变 只是新增了一个全新的蓝色的这个车身颜色 但是内在的升级可是不小哦 首先它就导入了这个 ASA 2.0 这个 ASA 2.0 主要是在功能上有这个改进啦 像是它的这个运行速度呢从原本的 30公里以下 提升到了80公里以下 而且这个 ASA 2.0 在这个 1.5L 的车型 是全系标配的 而且不止如此 1.3L Premium X 的这个车主们啊 你们还可以选配这个 ASA 2.0 也因为这样这个 Myvi 要继续成为我国最畅销的车型 我们真的是不用觉得奇怪 第九篇的热门新闻 不是车 是轮胎 2020 全球 Top 10 最具价值的轮胎品牌出炉 谁是第一名呢 这个肥仔排 米其林了 其实米其林在我国啊算是轮胎界中的这个神话啦 因此它的这个逾举逾动呢都会受到 本地的这个车迷们的关注 那在去年的7月国际知名的这个研究机构啊 Brand Finance 它就公布了2020年的10大轮胎品牌 米其林就成为了这个榜首而且是蝉联 继续得到第一名哦 而这个新闻呢也成为了 Otomachy 在去年的10大热门的这个文章之一 Normerton 是谁 2021 的Toyota Corolla Cross 在泰国发布 其实 Corolla Cross 是一款 在发布之后就迅速获得全球注目的新车 在泰国还有台湾发布后啊更是大卖 所以在Top 10 里面会有它的位置 并不奇怪 其实这一款车在不久前呢就有本地媒体 补货它在我国测试的踪迹哦 所以相信它很快的就会来到我国市场和大家见面了 就不知道你期待 Corolla Cross 的到来吗 如果真的到来的话我相信今年的这个新闻热点 肯定也会有它的踪迹 好啦 以上就是这个我们Otomachy 在去年的10大热门话题 不过我要声明啊 以上的这个Top 10 其实是排名不分先后的 就不知道你心目中的这个热门新闻有没有在里面 有的话呢又是在排名第几位呢 欢迎在下方留言和我们分享 Anyway 2011 年就这样过去了 其实在过去的一年算是困难重重了 全世界都面临了极大的挑战 在这里我也希望 我们在这个全新的 2021 年能够看到曙光 看到希望 也在这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平平安安 疫情赶快过去 而我们Otomachy 也会在今年 再接再厉继续做得更好 为大家带来更多更好的内容 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咯 好啦 我是小明 我们下一期的节目再见 OK 不要忘记 按赞 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OK ãy subscribe cho kênh lalaschool Để không bỏ lỡ những video hấp dẫn